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借助一个 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参数叫什么呢 叫eva 这个里面的话第一个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命令 第二个呢是上下文 file name 其实是执行命令的这样一个名称 第四个呢是callback 回调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有命令来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才会它会怎么做呢 看一下我们把这个cmd打出来 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一下它把我们这个aa给输出来了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把我们这个cmd就是我们的这个aa 那这个时候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有做一些交互了 什么交互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提示信息 console.log 什么呢 做一个欢迎 welcome welcome to console chart 好这个呢是我们的欢迎语不难 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既然是要聊天 那么第一步肯定是 好请输入离称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好 welcome to console chart 然后呢 请输入离称 那么这个地方的aaad 是不是就应该当成离称来用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我们这个cmd就应该变成离称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什么离称 定义在外部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来进行复制了 cmd 好 这样我们的离称就有了 当然 离称的话只会输入一次 我们每次掉命令 它就会跑到这个eva这里来跑一次 那这个地方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需要做一个判断 什么判断呢 如果没有离称 那么第一次输入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离称 好 除了离称 我们还会做一些输出 这个call bank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设置了离称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在这段离称之后 我们就应该 连接服务器了 好 所以开始连接服务器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需要连接服务器 连接服务器 其实我们这里代码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既然是在这个里面去连 那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connected server 连接服务器 好 连接服务器代码 我们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实现 好 这样的服务器我们就连接好 连接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什么呢 把我们的客户端进行一个返回 既然 要返回客户端 那这个connected我们应该在哪去来用呢 当然不仅仅是在这里用 很有可能在外面也会用 所以呢 我们把它提到 外面来 所以说连接服务器的地方 就应该是 connected等于 connected server 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什么呢 连接 服务器 成功 当然这个成功 其实不应该在这儿来写 应该在哪儿写是最好的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连接服务器成功 聊天也就绪 就已经写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一个效果 好 开始连接服务器 然后你服务器一断开 说明我们这个服务器已经挂了 这个服务器为什么有错呢 看一下 是因为这里出了异常 然后就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处理错误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server端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server端的一个错误 进行一个处理 那应该再怎么做呢 好 我们把这个错误打出来就是了 那这样子处理之后 它就不会报错了 所以我们再启动一次 然后呢 我们再来 好 看一下 现在的是什么呢 开始连接服务器 服务器已经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聊天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输入 就应该是聊天的一个工作了 就应该是聊天的一个工作了 但是呢 现在我们这个聊天还不 没有完成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发送数据出去 我们想想啊 每次在这个 里程已经输入好了 那第二次再过来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聊天的一个信息 既然是聊天的信息 那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呢 做处理了 比如说我们就需要 构造 当然我们这个第一次 连好了之后 就应该做什么 return这样一个处理 就不要再往下走了 那么data的话 就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实现过了 其实它就需要我们的这个niclaim niclaim我们刚刚已经写了 message 其实也就是我们 这条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一个message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它发送出去 好 这样一发送 那是不是就 有这样一个通信的一个过程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两个 我们把4启动了 我们再把这个3也启动 好 这个呢 是 这个叫connect 当然我们这个服务器又挂掉了 原因是什么呢 注意看我们这个saver 好 saver呢这里又死掉了 那这个时候 原因在哪呢 是这里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saver呢 其实 我们是处理了saver段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socket它还是有可能会报错 那这个报错我们就需要怎么办呢 同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个错误给它处理掉 就什么呢 console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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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这个arrow打出来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saver saver arrow 然后呢把arrow给打出来一下 好 那这样子我们这个就不会死了 因为是我们这个强势断开导致的一个死掉 好 ABC 连接依旧续 这个是没成功的 DEF 连接依旧续 我们发个消息 看一下 注意看 现在当我们发个消息过去之后 这个这边已经开始收到我们消息了 看一下 niclaim和message都已经收到了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显示成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有-n呢 这个-n 似乎看起来是我们这个 n头键导致的 好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这个n头键进行一个处理 切到我们这边来 既然要n头键处理 那说明我们这个 所有的cmd就都会有带有这个n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replace -n 好 replace为空格 空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数据就已经OK了 那我们有注意到有个细节啊 就是说这个箭头我们只出来了一次 后来就一直就不出现了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callbank没有去调用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写回去 让它做这个显示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一个数据的一个回花 所以呢我们这随便写点 好 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个绿色字是不是就已经打出来了 好 这个呢是我们这一点的内容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还不是很像聊天的 因为看起来这个两端上显示的一个效果并不好 而且这边 电头也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怎么处理呢 好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是这个callbank在做这个具体的一个事情 那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个callbank来把它存起来 然后来再做我们的这样一个一些事情呢 好 所以呢我们这儿定一个globalcallbank 然后呢在我们连接服务器的时候 我们就把第一次的这样一个callbank给它什么呢 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以后的callbank就全部走这儿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这边的一个数据 就应该怎么来做呢 reclaim 谁 说 什么内容 好 那很明显 我们这边的一个数据 也不能仅仅就是我们的一个打印就完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globalcallbank 当然我们的punch center到底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还是不能直接输出 第一个数字是null 第一个参数是null 第二个很明显 也就是我们这个 当然 是来数据之后 我们就不能用niclaim了 使用jsondata的一个niclaim 是对方来的一个消息 然后呢 消息体 很明显 就是我们的这个message 好 通过这样的代码 我们再来 对看一下 一个效果 先把这两个启动起来 好 ABC 连接成功 这边 AB DF 连接成功 好 Hello ABC 看DF就说了句 Hello ABC 然后我这个就是 就回一句 Hello DF 那这个时候 ABC就发了 Hello DF 看一下 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 DF说 1加1 然后 这边就看到 DF说了 1加1 然后我们这边 随便发一点 就会看到 ABC 说了 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样一个 客户端的一个聊天 看一下 我们save端 对这个 这个异常也打出来的 这个用 当前用户数 这边是没有变的 因为只有段开了 才打印数量 所以说呢 是没有做出 没有 看的 看不到 所以我们这 强势退出一个 好 然后这边 再来强势退一个 这边因为它没有做 没有异常 所以就没有 打出来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save端 发消息 这个给 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们 在连接客户端成功之后 我们也可以 打印一个信息 Clite连接 当前客户端数量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每次 在这个 处理的时候 也看到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个的一个 内容 我们再来 完整的 运行一次 先启动一个save 然后呢 我们的connect 启动一次 然后abc 连接成功 这个时候就显示 我们的客户端的一个数量 当然 这边是一样的 一个道理 数量2 可以聊天了 看一下 这边是可以聊天的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还可以强退 强退之后 这边会报一个错 然后呢 给我们说 当前的客户端数量 只有一 汇报一下 当前的客户端数量 只有一个了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不是很友好 那怎么才能做到一个 比较友好的一个提示呢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退出 应该怎么做呢 excite 当我们发送excite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想要退出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在connect 进行一个拦截 怎么拦呢 当然 当我们这个cmd 等于excite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做什么操作呢 我们需要做的操作是 退出 connect 那就肯定应该 执行什么呢 end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他就不需要 再跑到我们的下面去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拦截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客户锻炼成功之后 服务器怎么显示的 服务器没有显示吗 好 发一对A 然后这边没收到 我们得把服务器给重启一次 好 连接成功 那这个时候 我们输入excite的时候 看一下 就退出了 没有异常退出 force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点问题 什么呢 collector 并没有退出 当输入excite 那个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这边应该怎么做呢 process 点 excite 客户端 再来做一个退出 那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代码 就算是比较完美了 连接成功 然后excite 退出 我们看server端的一个响应 好 我们来 今天直接两个 来演示一下它的一个响应 好 ABC 连接成功 当我们excite的时候 退出 但是报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退出 和这个end 看起来是太快了一点 所以呢 它就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我们这个connect里面的话 我们不应该在这个end之后 直接就跑 因为当end之后 它还会 它也会发一个什么事件 就是当我们这个connect 正常 关闭之后 关闭之后 我们可以打印一个什么呢 collect closed closed error 好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haserror 当然 之后呢 再是我们这句退出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结果 连接成功 当我们输入excite的时候 它会显示一下客户端关闭 然后没错 这个时候呢 才是正常一个退出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好玩的一个console chart 这样一个工具 好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了 这节课呢 学到了这么有趣的东西 希望能够 引发出大家对这个load loadload的一个喜欢 然后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来 更详细的讲解一下 基于web的这样一个 socket的一个聊天 websocket这样一种方式的一个聊天 好 那我们就下节课再见